你敢相信吗?科学界公认的抗衰老前沿研究,最新的突破口,竟然是我们都爱的,巧克力。 先别急着去吞巧克力。 哈佛大学附属的布莱根妇女医院,最近公布了一项名为Cosmos的大型临床研究结果。 他们想知道,巧克力中的一种核心宝贝,可可黄丸醇,到底能不能延缓我们的衰老。 这次研究可不是看脸上的皱纹那么简单。 他们让数千名参与者,连续两年每天服用含有高浓度可可黄丸醇的补充剂。 然后,用一种叫做表观遗传时钟的尖端技术,去测量参与者细胞层面的真实生物学年龄。 简单说,就是看你的身体,是不是比实际年龄更年轻。 结果让人无比兴奋,数据显示,在研究的第一年里,持续服用可可补充剂的参与者,他们的生物学衰老速度,显著地减慢了。 换句话说,从细胞层面上看,他们真的老得更慢了。 但最重要的提醒来了,这项研究用的是特制的高浓度可可提取物,和你从超市买的普通巧克力完全是两回事。 市面上的巧克力,为了口感,黄丸醇含量很低,糖和脂肪却非常高。 所以,虽然我们还不能靠吃零食来实现逆生长,但这项重磅研究,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优雅变老的全新大门。 想知道,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该如何选择和食用可可来帮助抗衰老和抗炎吗? 我会在明天发布的长影片里,为大家做详细的拆解。 记得点个关注,不要错过明天的更新。 觉得这份知识让你惊喜,就分享给每一个想和你一起健康变老的人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